大家好 经常有很多花友在养南花的时候会把家里喝剩的剩茶水 然后直接浇灌给南花 直接倒到南花的盆土里面 那么这种方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其实在我看来的话 这种方法是非常错误的 是非常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能用这些剩茶水 还有残留的茶叶把它倒进南花的盆土里面呢 对南花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些茶叶水啊 它全部都是用开水泡过的这茶叶 那么我们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白开水 凉白开这些呢 是不能够给南花使用的 因为呢 烧开过的水啊 它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呢 已经全部被分解或者沉淀了 而且氧气呢 也被排出去 那么我们等到它冷了之后呢 它的氧气啊 就没有办法再重新的聚集 而且呢 里面的这些营养元素也缺乏 那么我们长期交换的话呢 会导致南花出现这个缺素症 南根呢 也会因为土壤啊 缺乏这个氧气呢 然后啊 会出现一个窒息 然后呢 没有办法正常的呼吸 就会出现腐烂的情况 那么这就是啊 第一个点 就是说这个泡茶这个水啊 它是用 开水冲泡的 它是凉白开 所以呢 是不适合给南花浇灌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茶叶啊 它里面呢 是含有一些啊 茶碱 咖啡碱 还有生物碱 那么这些碱类的话呢 它对这个南花的生长是特别的不利的 因为它对南花土壤中的这个有机物呢 会起到一个破坏作用 长期使用的话呢 还会使你的土壤啊 减化 而且呢 这个残留的茶叶 如果你直接倒在这个盆土里面 它时间久了 会发生一个腐烂的情况 那么如果它腐烂的话呢 不仅会导致你的这个盆土根系呢 缺氧 而且呢 会让你的根系啊 也会跟着腐烂 让这个病菌呢 蔓延在你的盆土表面 那么对南花的生长呢 是特别不利的 所以呢 我们在养南花的时候呢 就不要用这些啊 剩下的这些茶水或者是一些茶叶 不要把它放在南花的盆土里面 要不然的话呢 会导致南花根系腐烂 严重的话呢 会导致南花死亡 所以呢 大家就千万不要用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